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鱼根笔记,记录生活,分享喜悦 随着加拿大的气温越来越寒冷,那么今年的菜季新疆结束 今天呢,我想在这个菜季结束的时候,想大家介绍一下 作为户外种植的辣椒,如何安全的在室内过冬 辣椒是一种常见的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如果给予足够的照顾 辣椒是完全可以经历好几年的生长的周期 而且通常第二年第三年的辣椒相比于你新育的苗 有更快的成长的速度和更高的产量 那么如何使得,特别是像我们在加拿大 因为整个冬天非常的漫长 那么作为户外来讲,我这般辣椒的过冬的尝试也不多 那么从去年开始我有这个室内的征兆系统以后 我就开始尝试做辣椒的一个过冬的一种实践 那么我想今天简单的分享一下我辣椒过冬的一些实践的方法 那么我这边已经有两盆,这是我之前盆栽的充分 就是在整个生长季都是长得相对不错的两盆辣椒 那么我这边呢实际上在我这边的双冬日差不多快有两三周之前吧 双冬日来临的时候我就对他们进行了一个处理 那么这边看到我修剪的基本上剪的非常的 因为原来脂繁业毛都是很庞大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已经很修剪到这样的一种阶段 那么我们已经看到特别是这一株已经有新的在这种节点的 这种脑汁的节点上长出了这种嫩芽 那么原因就是说我三周之前以后整个天气的持续的回暖 也就是我们经常现在白天的温度 我是指过去的两周差不多都在十几二十度 那么所以整个辣椒的植株又开始新的生根发芽 其实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就跟我们如果这样的植株整个冬天能够顺利的存活 那么随着天气的转染 明年春天五六月份以后 这些老干我们这边长得很苍老的这些植株呢 它会很快的爆出新芽 长出新的这种植株来 那么我今天想介绍的是如何确保他们更安全的过冬 那么安全过冬有两个最基本的一个条件 一个是你要有这个稳定的光照 也就是说你持续的 那么起码你要有一个相对有南向太阳 或者有室内的光照系统 保证它有一定的光合作用的这种能力 保证它的一种生存的状态 那么另外一点更重要的 也就是说我为什么没有把原来巨大的植株 直接移到室内来存活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在这个过冬当中 要尽可能的减少它的消耗 修减到尽可能的 让它的这个根系 包括它的枝干 它需要消耗的养分 尽可能减少 那么对于盆栽的这样的一个辣椒来讲 其实我都做了一些处理 也就是说你需要把原先的 因为我们这样的一个盆栽 它的根系是长得全部的缠满了 那么如果你要需要重新来年 能够激活它的生存状态 减少它的养分消耗的话 我们需要差不多像这样的一个植株 我在处理的过程当中 会把差不多得有三分之二的根系 在拔出来以后是全部的去减除掉 然后呢同时把原先土壤 原先这个土质里面 因为长期的生长过程 它里面的弹铃甲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 那么我们需要给它重新要做一个配土 那么补充一些必要的过冬的最基础的养分 那么作为机制度来讲 我这边就有现成的 我原来的就是盆栽的 晒过以后 用这个我们上一条视频里讲的 用那个过滤过的这些比较干净纯净的 这个带有比较多蓄水成分 出松的这个盆栽的Potting mix 来做一个简单的机制 那么我需要的只是说 会添加一些 在这个中间混入一些 我这边因为确保 这个辣椒在这个移栽以后 在整个冬天当中 它有简单的有一些肥力 我这边就是 我用的就是弹铃甲指数 都很均衡的 这个444的这个 我习惯用的这个有机肥 那么如果当然 如果你有这种 比如说240 因为4中间这个0 是对于根系的 那个生殖成长非常重要的 所以呢中间指数高一点 但我倾向于指数 都相对比较弱的这种 像我知道的Bone Mill 可能是250 或者Fish Mulsion 就是鱼肥啊 这种都可以作为一个 过冬的一个积肥 那么不需要太多 混在这个输送的图里面 就可以了 当然如果你没有有机肥呢 就是市面上 就像我这边 这种弹铃甲指数 弹5080的这种 含有有机质的 其实是一种化肥 那么对于这种指数比较高的 那么你减少它的用量 稍微傻一点 也是都可以了 那么通过这样的一个 一个混合 那么我们就说 我从土地里面移栽回来的 这个辣椒苗 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 那么配一个简单的机制图 那么我把移植回来的辣椒 放进去就OK了 那么这是整个夏天 应该是产量非常高的 一颗Selsa的辣椒 我昨天把 因为昨天晚上就接近于零度的气温 我就把最后的 这个十几颗 这个大的青的辣椒已经收了 那么 我们今天呢 就是希望 我就尝试着 把这么一个 这个看起来 这个植株是非常的强壮 作为一个小型辣椒的植株来讲 也是非常表现好的一颗 所以我想先把这一颗去挖出来 移植到这个盆栽当中 我前面准备了那些 那个输送的土 希望它能够熬过整个 今年的这个漫长的加拿大的冬天 那么来年我会 再把它移植回这个种植床里面 那么希望它能更早的 带给我们更多的这个收获 那么作为这样的一个植株来讲 那么我前面讲了 你需要尽可能的把它的枝叶 减少枝差 那么我需要 在这个移植之前呢 我想把它先修理一下 因为这里都套了一个 大的这个种植的笼子 这个笼子都取不出来 那么在这个 去挖这个根系之前 我先去修剪 那么修剪一个 大的原则呢 因为所有的这个新的枝叶 都是会在这种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原先的 这个枝叶的这个节点上面 原来是老叶掉落的地方 那么通常新的枝叶呢 就是在这些节点的这种 这种芽缝里面 就会长出来 那么我们修剪了一个 尽可能我是想 让它修剪的短一些的 让它能够存活 所以看起来很残忍 因为我不觉得 如果你以这样的一种修剪方式 那么也是可以 但是呢 对于这个根系和植株来讲 我也许可以做这样的尝试 那如果因为最粗暴的方法 我就是剪到最下面 只留下四个分叉的主干 那么顶上我们可以看到 它这个交叉又交叉 作为辣椒的特性来讲 它有了很多的这个分叉 那么 我可以这样的一个做 这样的一个尝试 我们把相对比较弱的 这些枝条全打掉 看能不能够 直接拽动它 哦 我直接把它拽出来就可以了 那么事实上 同这种拽的行为呢 我们损伤了差不多 三分之一的根系 在残留在这个土壤里了 这棵 这个从这个种植床里 种出来这个辣椒 长得像一根小树一样的 特别的强壮 所以我还是觉得 可以值得试一试 看看明年从树上面 跟一个苗上面的 这个长出来的 生长出来的 这个最终的辣椒的 这种产量打小 是不是有明显的区别 我还是很期待 这颗辣椒能够有效地存活下来 这是一个叫Selsa的 这种长的小辣椒 非常不错的口感 我们家还挺喜欢 所以用同样的方法 跟我们配底部的汁液 我觉得作为根系来讲 应该是一个 作为一个大小 这个盆还是挺合适的 我选的 所以这是一个三加仑的桶 那么我们需要的是 简单的把那个土 输松了这个 室内的这个土 因为我们要防止的是 有室外的害虫 这种 能够不要带到室内 所以我们用尽量 干净曝晒过的这些盆土 我的在底肥里面 已经加入了这些 这些领甲肥为主的 这种有机肥 那么希望它能够 在整个冬天 能够有比较稳定的表现 通过比较弱的这种 浇水的安排 保证这样的一个植株 在整个冬天 能够 很比较健康的活下来 那么如果室内的温度合适 你会看到 它这些节点的地方 就像这些 我们已经看到的情况 它会长出新的芽 新的枝条 那么静待这样的 明年春天的这种到来 那么今天关于如何帮助室外辣椒到室内过冬的一个简单的办法的介绍就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分享 请给我的视频点个赞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 那么请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